没错 巫统在团结政府成立以后 举行第一次常年代表大会 我们马上连线时事评论员林尤全 请他为我们剖析巫统主席 纳都斯里阿摩扎西的讲词 嗨 尤全 那你认为巫统主席扎西的这个致辞 有什么亮点 他想传达什么讯息呢 这次的这个发言 其实我们要以这一个 一般的这个巫统大会的发言 我们的预期是什么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的 反而不是他说了什么 而是他没有说了什么 一般上我们对于这个巫统大会 往往会有一种印象 他往往在这个大会当中 会出现一些极端的种族言论 虽然最极端的言论通常 并不来自于这些党的领袖 尤其是主席 而是来自于那些这个区会的代表 但是通常某一些的这个党主席 他们在支持的时候 都会提出一些由马来人为本位的 说马来人面临一些危机 所以要团结于这个巫统之下 这样子做一个开端过后 往往过后的这个代表 就顺理成章了 就会发动一些抨击其他种族 认为马来人已经受到侵略了 这样子一种言论 但是在这次这个主席的 这个演说当中 我们是完全没有看到 这样子一种味道 反而我觉得在某一些篇章当中 似乎也可以看到 其实阿玛扎西他某种程度上 也是批判一些比较极端的一种种族的论述的 他提出年轻人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有一些倾向是比较受到一些情绪所影响 而走一些比较负面的这个种族的 被种族的论述所吸引 这一点要加以提防 这一点出现在这个巫统大会上 对我来说是一个亮点 第二点是当然 我们作为这个党外的观察人士来说 在目前团结政府刚刚成立过后 我们会比较关心 会是这个团结政府本身 到底巫统本身在进入过后 他们是不是面对很大的一个压力 以阿玛扎西虽然他有花一定的蝙蝠 去解释为什么要加入团结政府 但是他并没有花太大的力气 对我来说来去解释 只是平铺直述 某种程度上也提出了一些 之前提出的观点 我的诠释会是 他会以这样的角度 而没有过分用力的去诠释 去解释的话 显示其实基层的压力 似乎没有大到 他必须要去做出额外的解释 反之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提出的是 他并没有提出一些 在团结政府当中 巫统可能会做出 怎么样的回应 如果巫统当中 这个团结政府的 其他的这个盟党 做出一些 侵害满人权益 这样子的一种严肃 原论完全没有 他没有做出这样子 一种条件性的原论 也显示 其实我觉得 在这方面 他们是比较有信心的 在团结政府当中的 这个加入 那扎西他其实也提到 两大高职是否开放竞选 就交给巫统代表来决定 你怎么看他这个举动呢 他会不会蝉联这个主席职位呢 这个当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 尤其是在这个团结政府成立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理解 其中一个关键是认为 在目前这个反跳槽法后 这个执行过后的一个时代 大家都认为各个党的议席呢 各个党的国会议员 在重大的表决 包括信任动议方面 都必须是依据党高层这个决定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党内的民主就变成非常重要 如果党内有民主的话呢 一选党中央的决定的话 这个过程才会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所以党内高职要出现竞选 应该是比较常态的一个行为 所以阿曼扎西如果他即使内心想要 不面临任何竞争的话呢 他也很难的非常直接的去提出 而且也不明智啊 由他本身来提出 所以他就提出这样子一种折衷方案 就是让党员去决定 要不要公开这个党内高职的一个竞选 但是这样子一种说话 其实在实质上的操作是如何 才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如果只是这样子一种 呼吁而没有一种实际的机制 让党员去表决的话呢 这种声音要怎样子去传达呢 是通过媒体发言吗 是通过党大会的各个代表的发言吗 这些发言有多少的代表性 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所以我整体上来看来说 我觉得其实整个操作 我觉得阿曼扎西在这个发言当中 并没有办法很好地看出 他到底他的意象如何 话是说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如果他的底下的操作 以及让这个党内声音 能够真正发出来的机制 没有建立好的话呢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倾向的去推那种 不会有竞选的一种状况 这样子状况也对他能够残联 这个主席是最有利的 毕竟虽然出现竞争 也未必会输掉 但是总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存在 金川 是的 我们非常感谢 尤全的经营匹分析 那我们先进入一段资讯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看点 没有人 他们也是马上 那反应 他 我们先進入一桶 可能 跟 同氏 全 않 Ren